钛这三横有点斜式 长短看起来好像差不多靠近一点 因为底下等下写字 可能最后这一横比较长 然后这个靠近你以后 起笔撇有个弧度 撇的跟钠的话 通常钠不要从这里交错 稍微开一点 钠通常会写的比较大 比较长 然后直划直勾到这里勾起来 然后这个点挑点挑 要出得出一点姿态 看得出来它有点挑 这里应该也是有点 撇点 就这种带动的动作 可能要把它写出来 好 态 记的话写的很特别 也是少了一个点 然后这 这上面伸很长 然后撇这里不点 不点是因为它待会要塞一个口 怕塞不进去吧 然后这个竖划是勾直的 直勾没有斜 然后这个才把这个口塞进去 所以这里没有点 所以这里没有点 然后记得皮的一定短的 因为旁边有字嘛 但是钠就不用客气了 钠 钠 钠就可以铺开了 然后它的长纹从这里滑过去 手笔 击 然后尺 尺的人字旁在我看来是蛮厚的 所以就让它压下去 这个竖划是写的蛮饱满的 然后多 短的 稍微长的 那这个点感觉是 吐出来的 然后再来一个 不太长的长痕 再配上一个 很长的长痕 然后这点是有穿透出去的 点有穿透出去 人 人的话最简单的咒语叫做撇短 撇短啊 那那 不是从中间的稍微高一点点的也没有高一点的那 长 人 人的咒语就记得撇短 然后这个那 长 每次都这样子 撇短那长 从 从双人旁 注意撇起笔的位置 两个长的位置 一长一短一短一长 然后落 直话是从这边落下来的 好 点 起笔 撇 然后短和 写上去 然后这一个 挑 类似这样枝 然后小小的平纳 送出 拉开 浴 浴 这个点 感觉是这样滑过去的停住 然后再点 可能有认为是跳上去 也有可能有可能是这样跳上去 没看到它怎么写不清楚 撇 点 然后这两个是为了塞那个 口 这口啊可能写得比较方一点 觉得它没有收 一般都会收笼 可这口觉得写得比较方正 然后旁边这个就比较可爱了 有点滑动 然后这个也是直的有点滑动 不是那么严肃 感觉这边比较严肃 然后这个点还蛮长的 要够长才能把这个字支撑起来 好 浴 凉 凉的上面看不出来啊 那有人写点有人写短 都ok 横画折 戴下来 然后中间是不黏住的 然后通常上下笔画跟直画你做一个 黏着的动作 然后这个挑可能 挑果感一点 那看起来这个撇是从外面这样撇 从它有一个长字来看 应该撇 然后这里面 有可能纳有可能点 不太清楚 不看起来弧度不太明显 所以你可以写纳跟点都可以 如果是点的话就拉长 纳的话就是送出 好 凉